这个想法 这比一般男人还挺强 我发现他说话吧 还是不错的 物质归物质 人归人 但是那么一眼吧 第一眼 印象也还是那个 就是我想找的 怎么说呢 咱也得翻牌了 这个人物是相容的 挺有好感 哎呀 看在王淑 这说的话闹得磕 看来王淑是真相忠刘阿姨了 而刘阿姨这边呢 对王淑的印象也略微的提高了一点 只是阿姨还是觉得 在演员方面 王淑差了那么一点点 因为俩人都爱唱歌 为了进一步增进感情 红娘决定带俩人去KTV唱唱歌 在这 这 对对对 来 开门 进 一会儿你们就是高歌一起 都好久没来过KTV的俩人 刚一进来都很兴奋 刘阿姨首先高歌了一曲 默奘双起 天双飞 满愿春色纳云飞 悄悄 애声赞 女儿妹不 Dop 一般般 唱出来一般般 一般般 你唱得好不好 他确定没有 确定没有唱得好 因为唱歌必须有底气的主意 完了声音从来都拔上去 在唱歌这一方面 王淑是没谦虚 他很自信地说 自己一定比刘阿姨唱得好 要给刘阿姨好好展示展示 争取在印象分上 在网上提上那么一提 《山河庄云》 一天 晚天 幾下 我是最反擊的日子 他就唱一首歌 唱歌我最不喜歡 這就是緣分我跟你說 你不信你不信 我不是那麼太理想 你不敢又不理想 你剛才你都不理想 你就不敢我理他想 你跟你說那個 那你不得努力嗎 這玩意不得是注意球嗎 你年輕的時候 都能不能注意球 這是現在咋的 他人家這樣這個想法 那就沒必要 這也不能太強求了 你們是朋友嗎 對 你們可以相互留一下微信 甭管他們聊不聊 是不是 行 謝謝你們這個節目組 好好好 我太感謝了 不管成與不成 你們盡力了 對盡力了 對 是 成就我們完美的 對 對 對 看得出來 這王大哥是挺相忠劉大姐的 在爭取的過程當中 咱紅娘也想方設法地 給倆人創造了不少互動的機會 但誰能想到 王大哥越是想好好表現自己 給自己加加分 結果就越往劉大姐的槍口上撞 你看 就像在KTV 這王大哥非常用心地唱著京句 說啥也沒想到 劉大姐最不喜歡聽的就是京句 所以啊 劉大姐說 雖然是偶然 但是 這也是緣分